本土連日飆破千里 北市緊急啟動 居家照護 一旦確診就是在家治療 12個行政區同步上路 而台北市本土也在暴增471例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疫情失控的真實情況恐怕更嚴重 那一週是平均一天42萬 但最高那一天是62萬 所以如果我們台灣一天有 確診1萬2萬 我也不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北市目前已經有99所中小學 以及幼兒園停課 總計有4.6萬名實生停課 等於有1.8的學生都在停課 就怕有更多人被居隔 柯文哲說匡列標準也要大放寬 同住家人就一定要居家隔離 相鄰座位的當然 就在你旁邊的那當然 如果學校就同班同學 如果大學就說跑班的話 跟你有密切接觸同學 餐廳是這樣 在你同一週或是直接在你旁邊 如果那餐座再接近 在密閉空間有超過比較長的時間 比方說一個小時 這也要處理 那也許會落往一兩個 那就算了 北市也宣佈20號期 不再公佈確診足跡 柯文哲說已經放棄清零 認為與其匡列的完整不如狂的快 才能防止確診數快速飆升 機腳張張彭旭光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